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福音的开始 描述耶稣在四处传扬福音一段时间之后 他想要知道人们对他的看法 于是他就问门徒 人们说人子是谁 之后耶稣更愿意知道 他自己的门徒又是怎么看他呢 所以西满伯多抢先回答说 你是墨西亚 永生天主之子 耶稣立即肯定他的答复 并以伯多的本名西满 称呼他说 西满 你是有福的 因为不是血肉的人启示了你 而是我在天之父 耶稣这时肯定了伯多他的答复 但是他用西满这个字是更愿意说明 人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 是无法认识耶稣的 因此耶稣说 不是血肉启示了你 正如同在格林多人前书 十二章第三节所说的 除非受圣神感动 没有一个人能说耶稣是主 也就是说除非天主在人的内心里工作 人才可能称耶稣为主 为墨西亚 所以我们称基督宗教呢 是启示宗教 正表示我们的信仰 不是单凭人的理智 推理可以了解和相信的 天主教的传承 信仰的传承 除非有圣经 就是圣神莫感 莫感所启示的圣经之外 还有圣传 也就是明沙当中我们常宣告的 我信中途传下来的教会 这也是我们与基督教非常不同的地方 所以耶稣在肯定了西满的宣告之后呢 耶稣改用伯夺这个名字来称他 对他说 你是伯夺我要在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 死亡的权势绝不能胜过他 我们知道伯夺是耶稣给西满取的名字 给人取名字或改名字 在圣经中是非常严肃的事情 有深刻的意涵 给一个人取名字 表示有一份归属的关系 对一个人的所有权 他是属于他的 伯夺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 岩石磐石 它象征一个稳固的基础 稳固的基石 因此耶稣在这里明明白来的说 我要在伯石 伯夺这个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 并赐给教会赦罪的权柄 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被释放 这也就是今天教会 庆祝圣伯夺建立中作的圣经基础 每个主日我们都会宣告 我姓唯一至圣至公 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 我姓罪过的赦免 所以今天呢 我们也要特别为教会祈祷 尤其是为去年十月节目的 世界主教会议祈祷 这次主教会议 非常的特别 会期长达两年 从去年2021到2023年 主题是 以共荣参与及使命 来体现共义性的教会 关于这次的会议 有两个词会经常出现 那就是同道协行 及共义性教会 简单的来说 就是教会总动员 大家一起来 共同商议 一同在主耶稣的这条道上 参与在基督的爱中 以合一的精神 分辨 并付起耶稣给予教会 在今日的使命 这个会议不再只是主教们 自己关起来 开会 用现代的词会来讲 就是希望更接地气 希望听到所有天主子民的声音 因为要听到教会全体 天主子民的声音 所以从唐区修会团体 教会 平信徒的运动组织等等 广泛的要汇集相关的资讯 所以这个会议不是一次的聚会 主教们聚集在一起讨论决议 而是整个普世的教会 全体子民一起走的一个历程 首先在各教会 教区内进行咨询 后来进入周记 最后在明年的2023年10月 在罗马举行 所以我们愿天主圣神 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让我们欢迎圣神 在教中 所有主教 也在每个天主子民的身上工作 使得大会的决议 更能具体 落实地将福音带给人 建立更公益的世界